改变命运 快速扭转自己命运 提升自己的方法 就是笑 孝顺的孝 这是今天的主题 历朝历代 国内外 各大宗教 各大传承 都把笑放在了首位 为什么这样 这是为人之本 这是修行的基础 就相当于盖房子打那地基 笑是地基 没有笑 一切即是空谈 也就是空中楼阁 不现实 咱们那个白笑片里怎么说的 天地众笑 笑当先 一个笑字全家安 就是不顺 皆因不孝 说笑的多重要 一切的不好 都是在笑 都是在笑道上出了问题 全家安 安是指什么 平安 和谐 健康 快乐 幸福 这不都是安 这不都是安的内容吗 这不都是安的内容吗 办事顺利 顺心 这都是安呢 所以说解决了一个笑字 人生就走上了一个美好的状态 笑 它一个另外一个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我们跟宇宙中的正能量场 做对接 昨天咱们讲了 我们人获取能量的来源 一个是从自然界中的植物框木中获取 自然界中的物质 有形的东西从这里不获取 另外一个 接受的是无形能量 宇宙中的能量 你有善心的时候 接受的是正能量 恶心的时候 接受的是负能量 使自己毁灭 恶心的时候 接受正能量 使自己健康 长寿 提升自己的灵魂 我们人活着 最重要的方式 是接受宇宙的能量 过去人们对地点不认识 他也不知道宇宙中有能量 他也不知道这部分能量 他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所以说没把这个能量放到第一日程上 你内心充满着喜悦 充满着爱 你就跟这个正能量在一个平台上 内心就充满了活力 身体就充满了力量 舒适 这都是正能量自补来的 都是通过我们的心态心境 耳链接来的 内心蓬腐发出一块来 天地又感应一块 跟父母对接 就是说父母开心快乐 我们的长辈开心快乐 我们对他们做出了这些 我们就跟这个能量厂对接上了 父母是跟这个平台对接的关键一环 这是跟祖宗啊 链接的关键一点 我们都是有背景的人呐 靠山都很大很硬啊 是不是啊 你想想 咱那祖宗祖先都谁 你往近代里看 可能没几个有名的 没几个像样的 我说的对吧 近代没几个像样的 你往前数就不一定了 这几千年几万年下来 或者上一年 你说咱们哪个神佛 哪个圣人不是咱祖先 就这一通婚 所有的血缘关系都在一起呢 都已经连接在一起 是不是 那为什么咱们没得到祖宗的忽悠呢 弄得现在这么惨 这么不幸福呢 因为咱们自己没练接上 不是他们不想帮 而是我们不用 因为咱不孝 我们断了这层练接 我们的祖宗祖先 也就是谁家的祖宗祖先 不希望自己的儿孙好啊 他都希望我们变好 期盼着我们变好 可是他们使不上劲 为啥呀 因为我们不听话 因为我们听不到他们的话 没事说了 没事讲了 咱们不笑啊 跟祖宗断了 咱们从英国上讲讲 咱们今天